台北永丰啦啦队电报女孩 热舞满场 要为2024第六届 基隆与国际基调大赛 揭开序幕 2024基隆与国际基调赛 加油 碧海蓝天 沉沉浪花打在椒岩上 基隆与海景美不胜收 收惠于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境 不仅渔业资源丰富 更是钓客们的最爱 世界走透透 我觉得基隆与他就是 不能去地址方面 然后他的那个钓场 他是最多的 就是每一个礁 每一个岩 然后在每一个角落 整个环岛 我就觉得他的美是无可取代 我就非常非常独特 所以他就有台湾的龙珠之称 我就每到 我甚至就说我有绕岛 就是在旁边这样钓 出来我要船基钓 然后我做了基钓之后 有船基钓 然后在旁边这样绕了一圈 我就觉得 他的资源真是太疯太疯 因为这就是归功于 就是我们基钓是有在推广 还有放流 一年一度的基钓与国际基钓赛 将在9月28 29正式登场 除了笔技术 更可以探究基钓海洋之美 基钓它真的是一个有风险的运动 那所以也是我们今年我们产发处 为了这基钓赛也特别拍了宣导短片 然后也希望说大家在基钓的同时 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对 然后大家其实 这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很放心的 继续把这个比赛继续再办下去 那今年我们的奖金也提高到17万了 对 然后也非常感谢所有的这些赞助厂商 然后还有这主办单位 那未来希望可以让基钓赛 每一年每一年都可以看到神哥 然后来为我们这个 美丽的基隆 美丽的基隆语 然后再说龙珠 有如龙珠一般的这样的基隆语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 今年的基隆语基钓大赛 除了有17万元总奖金 赛事选手之夜将抽出 冲绳来回机票一张 为了生态平衡 将采取限量报名 仅开放84个名额 选手越来越多 然后资源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的渔卧也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五次觉得 然后我们的基隆语 现在的基钓大赛 已经是已经变得世界性了 活动将在8月19号 上午10点开放线上报名 势必会抢破头 各路基调好手 摩拳擦掌 就等比赛那天 一较高下 记者黄少泥 介绍报道